這條路面是像在坐跳洞路面 實在好像顛簸 我每次走的時候 我覺得這條路面一定要來改善 但是因為更久以來 附近是路面坑坑洞洞 地坑修復 所以路面都不變 包括地面、地面、浮潛化、無垃圾 因為加上地層下瀉的關係 甚至海水溝的側溝要如何修復 在整體的經費渾到一山 由前沿路到國外路 這段大概2.6公里 我們爭取的經費 目前現在應該發包的是2180萬 所以要來改善這個路段 當然當中在路基改善 路基改善我們的工程作法手段 先讓他們練 路基改善更加紮實 當然要進行一個路面的拋除 拋除以後 我們會做5公分的 AC坑路 來附設我們所有的路面